嗨,大家好,我是施医师 今天继续来说舌针 上次讲完了舌胎,这次轮到了舌体 舌体的望整上可以分几个部分 舌头的大小,厚度,质地,颜色 甚至吐出来的动作都可以成为望整的一部分 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 最左边的舌体厚度大小算是中等 而且是标准的 健康的人的舌头是这样子 那中间的舌头就比左边刚刚那张厚的很多 而且旁边还有像波浪一样的痕迹 这个就是齿痕 是因为舌头胖大压迫到牙齿 所以牙齿的印子留在舌头上 胖大有齿痕的舌头表示身体里面的水含量多 是气重 但是原因是因为气虚 身体里面的代谢水分的能量不够 就是我说早餐的 这时候呢如果你一直用利尿的方法 而不补气的话 这个人的身体会越来越虚 如果你舌头是这种的 而且又常常没有睡饱的话 你要先靠睡眠把体力补充回来 然后再依照你的年纪啊体力啊 做一些有氧的运动 右边这张的舌头呢看起来就小很多 比较小的舌体呢代表说身体缺少养分 可能是你吃的东西不够营养 或者是你吃进肚子的东西身体没办法把它转成养分 让你身体吸收 这一张呢一样最左边这张是健康的舌质 中间看起来呢就比较嫩一点 他的舌头看起来很嫩嫩的这样子 右边这张呢看起来的舌体呢就特别的老 大家有看出来了吗 比较嫩的舌体呢表示身体比较虚 你的体力啊或是养分的来人不住 就像是你每个月赚的钱不够你生活 那舌子老的呢表示说体力或是养分的过度消耗 就像是你每个月赚的钱虽然够你生活 但是你挥霍过度乱花钱乱买东西 虽然两个结果都是一样没有钱 但是原因是不一样的 大家有没有已经记得健康的舌头是什么样子了 健康的舌体是粉红色的 这张呢舌头就太白了 太白的舌头呢表示阳虚 阳虚呢就是阳气不足 那阳气不足会不会比较容易遇到鬼呢 这个我没办法跟你回答 但是以中医来说阳气不足的意思呢 就是说身体缺少热量 这种人呢就不能吃生冷的食物 而且要多吃热性的食物 像是牛肉啊羊肉啊 自然啊生姜啊大蒜啊葱啊等等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食物的含热特性 你就可以找到哪些食物是属于寒性 哪些属于热的 我就不一一列出来了 那下面这张呢舌头哇特别的红 这就是身体里面有热 所以这种人要少吃油炸的跟烧烤的 这种高热量的东西 那再来呢紫色的舌头 紫色的舌头有分两种 一种是淡紫色 一种是深紫色 这一张呢是属于淡紫色 它的紫色又偏一种 有带一种灰白的颜色 淡紫色的舌头呢表示气瘀 就是说身体里面的气流动不顺畅 有很多人是因为压力 或是心情上的原因造成这种气瘀 所以有这种舌头的人要记得找一些 找个能让你开心的优良嗜好 不要跟别人说 我叫你去抒压而去杀人放我 还是去杜博 那这张深紫色的舌头呢 大家也看出来 它颜色比较深 带有一点红色 这表示血瘀 血瘀就是身体里面的血流动不顺畅 女性会比较常见 还有就是受伤啊 或是开刀过后的这个男性 那血瘀的时候 我们会需要靠气的流动 来带动血的流动 所以适当的有氧运动 对这些血与体质的人会非常有帮助 最后呢还有一些人 舌头土在会歪一边 像这张一样 这也表示他左右脑控制肌肉的这个功能已经不平衡了 意思就是说他可能有中风过 有可能是小中风你自己都没有发现 或者是说已经接近中风的这个危险了 如果你的舌头是这样子的人 建议你赶快去找你的中医师 把你的身体调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咯 拜拜